在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,俄罗斯精密机械制造中央研究所在当地时间5号左右,向外界公开,展示了其研制的最新型空降破流炮2S-42莲花Lotos,自行破击榴弹炮。 莲花自行破流炮。 目前,俄罗斯空降军装备的空降破流炮,为2S-9丘木丹自行破流炮。 该炮的口径为120毫米,于1981年加入俄罗斯空降军的战斗序列。 老款的丘木丹自行破流炮。 2S-9丘木丹自行破流炮,目前已经服役了整整38年。 且不说大部分的丘木丹车体和火炮,已经严重老化,不能够完全发挥原本的作战效能。 即使是能够发挥出原本的作战效能,也已经不能够满足目前俄罗斯空降军的使用要求。 迄今仍在使用的丘木丹自行破流炮。 丘木丹自行破流炮最大的问题,在于持续作战能力不足。 虽然其最大的弹量,达到了40发,但是为了带空降的时候,能够保证安全。 只能够携带25发炮弹。 除非在落地之后,马上就能够得到补充。 不然很容易面临弹尽良绝的局面。 莲花在各方面都有了提升。 而最新的2F42,莲花自行破流炮,同样采用了120毫米的口径。 但是因为采用了新的弹药,其最大射程和威力,都得到了提升。 最大射程能够达到13公里。 而其120毫米炮弹的杀伤力, 已经能够追上老师的152毫米炮的杀伤力水平。 中央研究所的介绍。 俄罗斯精密机械,制造中央研究所将在之后正式开始对莲花自行破流炮的密集实验。 包括行驶、空头、载人合作战等全方位的测试。 在通过测试后,将提交给俄罗斯空降军进行小范围使用。 以评估接下来的改进需求。 俄罗斯女空降兵。 受限于经费问题。 俄罗斯空降军近些年来逐渐在压缩编制。 不再像从前那样建设密集型的空降军体系。 而是倾向于建设多功能和多用途的空降军体系。 以执行更多、更复杂的作战任务。 不过俄罗斯空降军最终愿意。 又或者说是能够采购多少莲花自行破流炮。 就要看俄罗斯国防部的决心了。